海贼王,海军当年用重兵对付罗杰,为何现在不管雷厉? 海贼王是一部很优秀的动漫,在这部动漫中,对罗杰这个海贼王的描述其实是很少的,主要是围绕杜菲这个海贼王的接班人展开剧情。 最近的动画中,倒是给了罗杰不少镜头,有关罗杰的回忆也会越来越多。 罗杰的人生无疑是传奇的,白胡子,金狮子,洛克斯都未能拿到的海贼王头衔,却被罗杰拿到,而且名扬千古,直到现在罗杰开启的大海贼时代依然在继续。 像当年,海军对罗杰海贼团的追捕可是非常猛烈的。 罗杰海贼团就算跑到天涯海角,海军也会追赶过去,而追赶罗杰海贼团的主要人员就是卢飞的爷爷,也就是海军英雄卡普。 卡普率领重兵和罗杰多次交战,甚至还数次将罗杰逼上绝境,这对罗杰海贼团而言也算是很大的威胁。 不过,对罗杰而言,与卡普交战并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,反而称得上是一种享受,卡普也同样这么认为。 尽管罗杰是因为重病自首,可是海军还是决定要处死罗杰。 罗杰海贼团的残党并未被海军全部缉拿归案,其中雷厉就在相波的群岛活动,这一点黄元也很清楚。 然而,黄元似乎并未和雷厉战斗到底,最终的结果也是不了了之。 为何现在的海军都不管雷厉了呢? 第一,雷厉实力很强,他是传说中的海贼。 雷厉是海贼界的传说,他的实力稍微逊色于罗杰,但是差距并不大。 从老年雷厉和黄元在相波的群岛的战斗中,我们就能看出雷厉宝到未老。 尽管他已经年老,但是依然保留住和大江差距不大的水准。 就算现在的雷厉打不大江,大江也难以将他杀死。 掌握高等霸气的雷厉,逃走太容易了。 第二,海军现在忙得焦头懒额。 现在的海军已经处于很busy的状态,凯多和大妈两人结盟的信息就已经让赤犬头疼不已。 战果在顶上战争结束之后即使丢了一个烂摊子给了赤犬,赤犬本来就暴躁的脾气也因此变得更加暴躁。 如今的海军要抓捕王夏西武海,还要想办法对付四皇,哪里有时间管雷厉呢? 第三,抓雷厉,对海军而言是自损八百。 如果海军要抓雷厉,那必然需要派潜大江级别的强者,而且还要处不少兵力。 上迭一千,自损八百,这有什么意义呢? 而且,如今的雷厉已经归面,它对世界的威胁性并不是很高,抓捕雷厉的意义不大。 况且,乡波的群岛本来就存在无法地带,鱼龙混杂,海军根本就没时间管理,更别提抓捕雷厉这个传说中的海贼了。 对此,你是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留言讨论,谢谢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